您问林叔好 让很多原本对篮球不感兴趣的人 也开始锁定好小子的每一场比赛了 这连带让收视率是越来越高 光是21号尼克对篮网的比赛 收视率就达到了7.34 换算成收视人口呢 也就是光是在美国地区 就有大约54万个家庭同时观看 这可是比篮球大帝Michael Jordan 1995年所创下的6.78的收视率还要高呢 林哥 林哥对篮网的比赛收视率达到7.34 比起几天前对黄蜂的7.32还要高 比起林哥在本赛季的常规赛 收视率6.78也飙升许多 目前林叔好创下了最高收视率 还击败了篮球大帝Michael Jordan 1995年3月28号的双五之战 当时Jordan只创下了6.78的收视率 换句话说 在麦迪逊花园广场 收视率能够痛电篮球大帝的 也只有林来峰了 事实上自小林叔好爆红之后 尼克的平均收视率走就比过去暴增了138% 达到4.30刷新记录 不管报纸电视通通都是林来峰 或许您已经厌倦了 华尔街日报知名体育专栏作家盖一却高喊 还没不可能还没完 即使尼克输掉与蓝网的对战 还是非常的有趣 林来峰绝对还没结束 还要继续崩下去 专心无家醒不道 林医生好即将见